国立团美术馆现正展出跨年度国际艺术特展 地缘诗学并为世界的多变特质 以视野感性的方式探索地缘震惊环境 意识形态与生命形式的各种可能性 共有来自日韩泰岳飞以色列等国的艺术家 展出约55件作品来回应展览议题 所谓的地缘诗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诗其实指的就是艺术 艺术跟文化 我们用艺术的这个方式来讨论 刚刚地缘政治会讨论到的所有的关于政治 种族文化认同 这个日常生活战争等等的 难民等等 那这些呢我们不用政治的方法来讨论 我们用艺术的方法来讨论 所以我们就邀请了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这15位艺术家来自于8个国家 国美馆陈旷仪馆长表示 近年世界趋势批变 很多策展人与艺术家 把地缘政治作为创作的主题 本展就是以艺术的方法来探讨地缘政治的问题 并聚焦在亚洲区域 展览亮点包括韩国艺坛重量级数位艺术家 李永白经典的录像与装置作品 天使士兵以及台湾艺术家 长林油画作品 战前准备系列等等 这个作品乍看之下 它就是一个视觉吸引力非常强烈的作品 因为它颜色很鲜艳 然后里面充满了花朵 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鸟叫声啊等等的 就是好像是鸟语花香的一个人间仙境 可是如果观众在这个作品面前待久一点的话 就会注意到在这个一个被花朵覆盖的一个士兵的形象 非常缓慢的在移动 然后手上还拿着这个步枪 长林的创作基本上都是以绘画为主 但是它的这个绘画作品 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的这个技法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它是用一种比较表现性的技法 那所以大量的这个颜料的这种使用方式 是比较流动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非常注意这个笔触啊 还有这个笔法的运动的方向跟这个速度等等 那这样子的一种创作方式 其实通常我们会把它视为是比较表现性的啦 地缘诗学借由探讨地理与艺术的关系 营造出独特且理性与感性兼具的对话空间 展期将持续至2024年3月10号为止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以上新闻由这些电台记者黄兴凯 林恩宇 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